就差把这个道路一扑 然后这一个草坪一扑 两层的小别墅 我感觉应该白马光就可以买一套 这边有的是 就是这个围栏有点low啊感觉 铁汉的 不知道他这边有没有卖出去 我感觉看样子好像是没有卖出去的 哇还挺多啊 这上面还有啊 太夸张了 这边可能有这个上百货 这也太浪费了 这忽然冒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这深山里会不会有什么野狼啊 野猪什么之类的冲出来 太夸张了 这真的是太夸张了 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个再过十几年 这边就草会长到这边完全覆盖掉 道路都看不见 然后整个这个别墅啊 也会掩盖在这个草里面 然后这个整个墙面啊什么都已经会斑驳掉 到时候这完全不能住人了 在想住人得把这边拆掉重建 太可惜了 实在是太可惜了 太浪费了 估计当时修了 可能是怎么给养老的人买的 这个要工都的人肯定不会在这边买啊 买了的话 这就算蛮多麻烦 只有这个养老的人 他可能会住在这里 养老社区可能是 可惜这一个 有钱的大爷大妈 很显然不买账 不满意这边 不愿意买这边的房子 这边又是一个大的回事厂 就到这里为止啊 这个要是给大家 祝大家愿不愿意住这里啊 哎呀 我的天呀 看一下 在福建的深山里面啊 我发现了好多的这个 荒废五人药的别墅区啊 你看这边 深山里面啊 全荒的啊 他这个感觉荒废的年岁 不是很久远啊 比较短啊 这一片可能这个稍微久远一点 这个杂草已经把这个门口给覆盖掉了 他这边的话 我感觉可以直接入住了 就是他的门都已经装好了 然后这个玻璃什么也都已经装好了 门窗玻璃都装好了 这边还有这个什么电装什么之类的 这边还有安保什么的 但是很明显这些都没有用的 看着非常新 感觉顶多也就荒废了两年啊 两年前可能是这一个疫情的时候修好的 然后一直没人买这边 然后这边就不想管这边了 毕竟如果你要养保安在这里 每天就是守着这一大堆的空房子 每天还要支付别人钱 所以他这边就完全没人管 就空在这里留在这里了 他这个也是建在这个山上的别墅 看往这边 那边好像还要准备要建的 没建完呀 但是这个目前部分已经建好的 我感觉还不错 看这边 一大片在这个群上之间 对面 那边还有很多高层住在楼 这边应该是属于的 这个镇子的是一个富人居住区 当时的定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这个镇子的人肯定不可能买这边的别墅住 谁会把一百万投在这里 它这个只有纯的居住的价值 没有什么剩值的价值 我感觉 在修防栓的 当时修户这边也是不容易 你想把一个扇给推掉 你看它这个是在扇上的 然后在山上修这些 还有买管道啊 引水管啊 引这个电力设备过来 太夸张了 这边它好像还有一片原来怎么在这边建的 可惜这一个 最后没有建起来呀 这个只有一些钢机混地土在这里了 相当于现在是黄在这里了 太可惜了 它这边这下面还有一大片 看我这下面都是别墅 群山石之上的这个别墅 除了别墅还是别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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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